这个人您认识不 他是美食主播胖猴仔 体重已经接近600斤 每期视频的评论区里都有人劝他减减肥 毕竟这么胖对身体不好呀 最近大伙劝他减肥的评论更是越来越多 语气也越来越严肃 因为点啥咱先来看看他的手 胖本身就很危险了 现在手指手背都发黑 真得注意了 赶紧减减肥不然危险呢 手指和手背都变黑了 我猜脖子应该也变黑了 赶紧去医院好好提个减 然后好好减肥 以后我可不能这么吃了 胖猴仔的手指手背都发黑 有不少网友表示 这个情况得重视了 还有人推测 如果手指手背这个色了 那估计脖子肯定也发黑了 大伙的推测到底对不对 这手发黑的背后 难道真的隐藏着什么问题吗 那么大家的推断呢 的确是挺靠谱的 首先第一个 这个患者他的手指手背发黑了之后 他的确有可能在他的脖子 或者身体的其他部位 包括叶窝啊 或者我们说腹骨钩啊 可能也要发黑了 第二个 在身体的这种莫名的发黑的背后 可能就隐藏着某些重大的疾病 看个下面这条新闻 也许你就会知道了 这些部位的发黑 可能会预示着什么 今年才11岁的 明明身高1米68 体重达到81.6公斤 真是年纪不大 快头不小 最近家人发现 他脖颈处的皮肤 呈现出乌黑色 皮肤黑黑的 我以为是晒的呢 后来皮肤科 你检查一下吧 说拿点药膜 可是涂药膏 没起到什么作用 而且越涂越黑 这把明明的妈妈 下了一大跳 于是赶紧到医院做检查 结果发现孩子患的病 叫黑色脊皮症 脖子发黑 最后诊断出了黑脊皮病 那按照之前网友的推断 这个黑脊皮病 不仅可能导致脖子发黑 包括我们这个手指的关节 还有这个手背 它都会发黑 对 黑脊皮病 大家可能没有听说过 它也叫黑色脊皮病 简称叫黑脊皮病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 是遇到过这样的人的 那么它是皮肤的一种病变 它主要表现为 就是皮肤过度的一个角化 也会出现一个色素沉着 像在我们的脖子 像在我们的手背四肢 像在叶窝 还有这个腹骨钩 包括乳头周围 身体的很多部位 包括面部 都会出现这种色素的沉着